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盈 今早到西港巡视之后透露 已经鉴定出 重达3000公吨 60个货柜为洋垃圾 因此将陆续退回给来源国 政府会继续整个行动 来确保马来西亚 不成为这个世界的垃圾厂 而这60个货柜当中 已经有10个货柜 重达450吨洋垃圾 将在今天接到传票 他们来自澳洲 美国 加拿大 沙地阿拉伯 日本 中国及孟加拉 将在14天内运送回来源国 而这些运返费用将由原出口商承担 杨美盈最后也强力谴责本地进口商 我要讲 刚才 这些能够串通了国外的那些人 把这些垃圾运进来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人 是国家环境保护的叛国者 他们需要被惩罚 他们需要对他们所做的行动 做出这个补救 他们需要把这些 所有所有所有 他们运来的垃圾运回去 原产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